这个黑人男孩要和队友们一起颠球 从餐厅到外面的灯塔 并且皮球不能落地 但是队友们却对他的想法薄泻一顾 突然一位队友说道 你一个人办不到的 也许是这句话唤醒了队友们的信心 他们上蹿下跳 从餐厅到厨房 头顶脚踢 真的把球颠到了灯塔下面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这个队伍就是巴西队 而这个黑人男孩 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魅力 年仅17岁的他 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了队友们的斗志 并且向所有人证明了 巴西人的足球就应该用巴西人的方法踢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 一代球王贝利因病去世 享年82岁 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看过贝利踢球 但贝利对于足球的影响力 却是不可估量的 他三度捧起世界杯冠军 作为足坛第一代球王 足球也是在贝利的影响下 成为世界第一大运动 在梅西成功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病重的贝利依然为梅西和阿根廷送去入府 梅西 我会告诉天堂里的马拉多纳 你终于帮阿根廷的球衣上 秀上了第三颗星 这是球王贝利在临终前对梅西的寄语 或许足坛的接力棒 从那时起就已经悄然完成交接